Hello,大家好,我是岸城 喜欢这个替身解说系列的观众朋友们 麻烦兜兜三连支持一下up吧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YouTube的奇门冒险不灭钻石之中 真实身份最为神秘的 拥有着连替身之剑都难以动穿的超强热物体的 惧怕噪音的 直仓为起龙的替身大地烽火了 这个替身的名称 Earth Wind Fire 是取自成立于1969年的同名美国著名摇滚乐队 至于这个本体的名称 或许是来自于历史记载上 第一个被派出访欧洲的日本人 在说这个替身之前 或许大家更关心的是他这个本体对吧 那我们就来细说下这个本体威仙 这三魏起龙最初在漫画第12卷第8实验中登场 其服饰的设计包括了一对上下颠倒的早期飞碟图标 两个刻有1T的五角星 以及一个无线符号 左右分别有着日月符号 非得如此 就连领口都带有着星环的星球图案 鼻环更是连接着耳朵 而且精灵式的尖耳和绿色圈圈页 也都和人类没有任何共同点 而其余均是被替身之剑洞穿的人类 在这里也不好使了 即便吉良解广这个幽灵 用尽的力气 也只是将替身之剑勉强擦伤了他的皮肤而已 不过看过第6部的我们都清楚 替身本来就是可以用替身之剑上 蕴含的外星病毒通过细小的伤口处方 关键在于本体的精神力是否足够罢了 而职仓有两个十分矛盾的点 首先便是其服饰上使用的 是地球文化中对未知外星文化幻想 所制作的影视作品一体 这不应该成为一个真正外星人会应用的 就如同一个亚洲人 在欧洲他不会真的带着斗笠 并且拉着咪咪也一样 这些都属于一个地区 对另一个地区的刻板印象 并且制作出来的非真实符号 外加职仓在后续对自己身份的描述 无法展现任何外星设备等证据 甚至还有真实身份存疑的母亲 以及其216岁的年龄 是不是单纯的在16上 加了一个看起来很牛逼的200 这些都是其只是一个中二B少年的证据 然而 其出现在麦田怪圈中却是另一面的证据 要知道 麦田怪圈即便是人工制作也相当耗时 并且普遍质量极差 看过科学频道当年相关介绍的观众并不陌生 麦田怪圈的其中一个推论 便是外星人试图和地球文明交流所使用的图像 如果说职仓只是大半夜 找到了一个恰巧形成的麦田怪圈 并且藏在中央等人来发现 未免确实是有些不合常理 概率也过于低了些 甚至是会因为噪音而浑身起疹子 亦或是在知情执着下中 著名的反派读业 不过哪怕是在这个角色专属 和篇幅当结尾 花木老师也并未给出明确的 职仓的真实身份 而是给观众留下悬念 所以其是否是外星人 完全看读者的意思了 至于花木老师作者本人 大概率是忘记创作时的设定了 顺带一提 职仓刚出场时候 身上的五角星 下一页以及后面就全部变成四角星 而在第14卷第85页再出场的时候 就连鼻环都被删除了 提升能力 大地风火可以将本体变化成任何模样 功能也完全具备 这个能力在多处都进行过运用 在原作中 本体甚至可以幻化成其余人类的模样 例如日元中的人头像便是如此 在漫画中有明确证实的物品 一共变化过跑步鞋 日元纸币人头像两个 祭典圆善 巨型痒痒脑 头子书眉 双瞳望远镜 以及电缆 至于从书包内取出的两只冰淇淋 肠胃药 以及小仓鼠 都没有变化的过程 我们这里也不记住 这双卫启龙也有过明确的表示 自己无法变化出超过他本人力量范围内的物体 过于精密和复杂的物体 也是不能做到第一 但大小和类型 只要在范围内都可以随意变化 体式面板 破坏力 速度 成长性 精密度 C 毕竟其替身就是本体 本体就是替身 完全附着在身躯上 类似于第三部中的欧英格一样 破坏力和速度以及亲密度 都是其人类范畴之内的 成长性亦是如此 射程距离 无 这回连异都不是了 近乎和相片老天一样 完全的附身类型 根本没有所谓射程一说 连替身形体都不存在 持续力 只要本体还活着 提升能力将一直持续下去 甚至包括变化后也没有实现 那么接下来回答先收集到的粉丝提问 一 如果他变成铁球 被用黄金回旋发出去 那他还能好好活着吗 答案是 那得看贾罗是否想要伤害到他 参考铁球给被削出来 同样也能毫发无损一样 而能变出来胜任遗体吗 答案是 如果只给一个照片 那么对着照片自然是没问题的 那就像是炸弹一样 只有外形 内部的机面构造 包括爆炸能力都是不会具备的 变化出的遗体也没有遗体的功能 三 他拟太成白金之星正常人可以看见吗 答案是 质桑变化的任何物件 都是用现实世界内的自己的身躯进行的 变化的能力 是提升没错 但素材 普通人肯定是看得到的 四 能不能变成目前人类不知道的物质 答案是 如果真是外星人 那只要变化出地球上没有的东西都行了 五 它能变成碟子 被神父插到别人脑袋里吗 答案是 神父可以将任何光点插入别人的脑中播放 参考古气 哈利路亚的名场面 六 给他一本漫画书让它变 它变得出内容吗 还是只能变出自己记住的部分 或者只有一个封面 答案是 既然无法变出精密的东西 那么绘画的图像也需要大量的精密度才能做到的 自然是不行的 只有眼睛看到的 记住的 自己能够画出来的 它才能变出来 那不然就是白说一本吧 七 这双魏雪龙变成物品之后 能被融融用黄金体验 剪较的生命吗 答案是 当然可以的 毕竟它是活着的 吧 变成别的东西之后 可以被风光钻石复原 或者是打回原型吗 答案是 风钻不在乎你是不是变形了 但参考Angelo和公本辉之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下一期我要介绍的就是 你也嘿 这行呢 各位观众别忘了三连和预约 我的太阳科小说一连笑语 正在线上转网 堂堂连转之中 希望有兴趣的读活 又能体验 未来是一个小伙伴的 小伙伴并持续追说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by bwd6